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B站下月毕业歌会完美落幕 歌手周深也不负众望再次蹭更了 在这场晚会中 周深出现的时间并不长 但却因此上了五个热搜 也劝了不少粉 这声实如粉丝所愿 第一个热搜 周深贝雷茂这场晚会是提前录制好的 网上提前爆出了好多路透 自然也少不了周深 这一次的他以新造型出现 贝雷茂搭配小炸毛 像一个即将走出校园的小王子 被众多网友戏称乖乖仔 凭借短短的几秒视频就能登上热搜 不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 这个歌手的年龄跟他的长相可是极其不符的 谁能想到一个快三十岁的男生 长着一张如此青春的面孔 这造型要是换做其他人都是比较尴尬的 可他偏偏让人觉得毫无违和感 后来补装完成的周深 一面挥着小手和附近的粉丝打招呼 一面迈着小碎步跑着转场 这波操作又有几个人能抵抗得住呢 第二个热搜 还以为周深穿了连衣裙看到这个热搜的时候 小编的第一反应睁大眼睛表示震惊 随后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 这些网友也太调皮了 不过也并不能怪网友 谁让周深平时的沙雕行为深入人心 特别是他全身都被挡住 直露出圆圆的脑袋 很难不让网友多想呢 第三个热搜 周深喊话粉丝剪我吧 这个不更的up主 在采访中竟然表示 自己喜欢看网友剪的关于自己的鬼畜视频 还表示网友可以多多安排呢 正主都不更新 竟然还要求粉丝安排呢 当主持员让周深再次凶猛的催下网友时 他嘴上说着不太合适 可是接下来的行为可以毫不客气呢 剪我吧 出我吧 鬼我吧 用我吧等等 对自己倒是不客气呢 有的时候 自己喜欢的偶像就得宠着 这些视频必须得给他安排上 第四个热搜 周深清唱一点不得不说 这才是专业歌手的实力 信手拈来 周深在录制的剑气 开口清唱大鱼 这首歌是梦开始的地方 特别贴合主题 随后又来了一首达拉崩吧 不过这是一位记不住歌词的歌手 看看这忘词之后害羞的小表情 不愧是给自己挖坑第一人 第五个热搜 被周深唱哭 这是周深参加下月毕业歌会的最后一个热搜 恭喜周深再次把听众给唱哭了 记忆中的大鱼到如今的归处 周深凭借实力 唤醒听众内心深处最脆弱的地方 一首toyeverything告诉粉丝要试错 所有的事情都要去尝试 即使有不完美或者失败 来不及勇敢真诚祝福所有的人 都不要有来不及勇敢的事情 像过去那些遗憾说再见 勇敢前行 不留遗憾 一首遇见将听众的情绪推向高潮 所有即将分别的大家 世事无常 大家总会再次遇见 既熟悉却又陌生的三首歌 众胜将它作为送给毕业生的礼物 饱含深情的演唱 让离别的气氛得到稀释 青春虽然有太多的遗憾和不勇敢 但是终有一天我们都将遇见 一场晚会见证了周深的热度与实力 最后只想说周深值得更好的 从幕后到荧幕 周深从未停止奔跑和蜕变 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自信 这都是他成长的痕迹 而温和谦逊的品格 数年坚守的敬业 铭刻不忘的初心不曾改变 周深 怒还长 继续发光发亮吧 周八歌再现 一首新歌 七首风格各异的现场 周深的极限在哪里 我要有多努力 才能让你看起来毫不费力气 这个答案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周深的努力 我们看在眼里 每一次出现都是惊喜 都是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刚刚结束上一周的旅程 周深的惊喜伴随生命一路成长 短短七天的日子 周深创造了三场晚会 加一首新歌的奇迹 可能这对有着周八歌之称的周深来说 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粉丝甚至路人来说 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一首欧斯歌曲《绝恋》 三场风格迥异的现场表演 周深的演绎和观众的反应 都验证了那句话 只要金主爸爸赶花钱 周深就会创造奇迹 电视剧《千古绝尘》的主题曲《绝恋》 用最简单的旋律 唱最浓烈的感情 周深娓娓道来的诉说 只比人心 歌声中洋溢着满满爱意 还透着抵抗宿命安排的决心 一声唤云烟 唤不醒来奈何天的《绝恋》 画面感十足 在被流量包裹的困境中 周深的新歌《绝恋》 还是在《游你音乐榜》 拿下周榜第四的战绩 并且夺下人气得分的冠军 首发的当日 还占据着热搜榜 不得不说 导演请了周深 不仅解决了主题曲的难题 还免费获得宣传新剧的机会 一举两得 三场晚会七首歌曲的是 听觉盛宴真心夜 大艺术家 华生孤岛的金 开心夜 V-I-N-C-E-N-T-N-O Fear in my heart 夏日毕业歌会 Try everything 来不及勇敢预见 通过这些歌单可以看出 这里面没有一首是 重复出现的歌曲 其中既有周深自己的单曲 已有其他歌手的经典之作 可谓是风格迥异 既有周深一贯的风格 又有唱跳 摇滚音乐剧 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演唱自己的歌曲 对歌手来说 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可是如何在歌手齐聚的晚会中 读书一致 可是要接受听众的检验 网上的评论已经告诉周深 你的每一首歌都是经典之作 都是观众喜爱的作品 翻唱其他歌手的作品 一是要有胆量 二是要有实力 我们都知道 翻唱的作品很容易翻车 一不小心这么多年来的努力 都会付诸东流 但是周深却没有这个顾虑 早先的他就是靠翻唱其他歌手的作品 在还未出道时就在某平台上火起来了 所有他有这个胆量 敢于挑战未知的困难 再者 他也是有能力的 周深的翻唱都是有自己的味道 唱出了自己的理解 赋予这首歌全精的魅力 并且周深每翻唱一首歌曲的时候 都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观众得知周深要演唱曲目的时候 这些歌曲往往是各大音乐软件 搜索量最高的存在 可见观众对周深要翻唱的曲目 是极其好奇的 并且在他演唱之后 大多数人都误以为这首歌周深是原唱 三场晚会加一首新歌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胆量 有实力的周深 他未来的发展究竟会到何种地步 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周深给观众带来的惊喜 却一直存在 并且是一种持续良性的发展 这才是